Hello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 小曼接着说奥特曼 话说不知道各位曼迷发现没有 自从奥特曼进入新生代以来 奥特曼的剧情套路跟以前有着天壤之别 在以往的奥特曼中 奥特曼变身器都是唯一的 而在新生代奥特曼中 除了奥特曼人间体持有的变身器之外 甚至还有对应的黑暗变身器 如果大家没发现的话 让小曼帮大家回忆一下 比如在银河中 小光手中的银河火花 而黑暗陆基埃尔 则手握黑暗火花枪 鸿凯手中持有释放欧布之力的欧布圆环 对应的加古拉手中也有黑暗欧布圆环 相信之前新生代中的黑暗变身器 大家脑中都存在着十万个为什么 毕竟剧集中并没有说明 黑暗变身器是怎么来的 而这个未解之谜终于在德塔中迎来了答案 可见远古还是很有心的 最近重出江湖的加古拉 在伪装的蛇舱队长身份待不下去之后 终于变身回本体加古拉 既然都变身了 自然就释放了本性 第一件事情就是抢走了下船摇晖的泽塔生化器 而加古拉抢泽塔生化器并不是为了乐趣 只为了能够自己复制粘贴拥有黑暗泽塔生化器 那么加古拉是如何复制出黑暗泽塔生化器呢 首先将生化器放置在一个露天的场景 然后加古拉拿着蛇心剑念出至关重要的咒语 然后就是见证咒语奇迹的时刻 黑暗的力量完全聚集引渡到生化器上 制造原理就是用黑暗的力量仿造光的纹路 这样就完美地复制出黑暗生化器 虽然是同样读作生化器 但由于制造的介质不同 读取的力量就自然不同了 同理加古拉制造的黑暗生化器 肯定是不能读取奥特曼的力量的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将黑暗的力量适配生化器解码怪兽勋章 那么问题来了 加古拉制作生化器的时候 怎么会自带三枚怪兽勋章呢 如果没猜错的话 黑暗力量在解码生化器的时候会找不到适配接口 而接口就是怪兽勋章 那么黑暗则塔生化器之后还会有什么作用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关注哦 下期我们再见